嗨 大家好 我是網猴 還有小明 我們現在人在花蓮的瑞穗 這家飯店叫什麼? 春天酒店 非常感謝各位立民 All new RX 上次發表會 RX 今天小改款啦 沒有錯啦 這次呢 算是小改款 不過我覺得它改變的弧度算是蠻大的 頭燈 霧燈 尾燈的設計都改變了 它頭燈有一個遠光燈自動遮蔽的功能 另外 它的水箱護罩的設計也改變了 那旅圈的部分呢 有兩個的新設計 第一個是18歲的那個 淘汰版旅圈是一個新造型 長手版的專屬旅圈 它是一個新的造型設計 它的底盤也經過了強化 不管是它的焊鹼增加了 還有它的焦條也增加了 另外 它的懸吊也經過了升級 感覺起來它的行駛的品質 應該會更上層樓 這次它的內裝 也做了一些人機介面的改動 像是它中間這個 12.3吋的螢幕 往我們這邊移了 差不多10公分 另外說到這個12.3吋的螢幕 它們這次也導入了 Apple Coupler跟Android Auto 中傳這邊的小滑鼠 也取消了 變成是觸控式的小面板 哎呀 等等 還有多了 USB快充紅與放手機的地方 這次小改款的另外一個重點呢 就是加入了 A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然後呢 這次它們長軸的版本 有6人座跟7人座 就是567 全部都有 還有第三台座椅 它現在也可以前後滑移 有高達9.5公分 最後大家應該是 最關心售價的部分 它們售價這次小漲了3萬 但是增加了這麼多小漲3萬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RX小改款簡單的介紹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個讚 訂閱 還有分享 如果有什麼問題或想要跟我聊聊天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網紅去哪裡 下次見 掰掰